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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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值是多少呢 我们要看到底应该怎么选 主要还是这个五乘五的表格 我们把题目先藏起来 把表格单独拿出来 这样一个表格放在这之后 我们之前说不同行也不能同列 意味着每一行都要选一个数 而且要保证选出来的数 它们的列也是各不相同的 那比如说第一行选的是第几列 这个我们不清楚 选第一列的话 后面就都不能选了 他要选第二列后面也都不能选第二列 那具体选的是第几列 此时能取到最大呢 不知道 那第二行应该选第几列也不清楚 所以这种全都不清楚的我们提一个思路 可以设原来表示 比如说第一行我们也不知道选的是第几列 那咱就取一个第A列 咱这个A就是在一到五之间的一个数 反正一到五随便选第一列到第五列都可以 而第二行取的第几列呢 咱也给他设一个 取的是第B列 而这个B只要也在一到五之间 而且不等于这个A就可以了 那依此类推第三行 比如说咱取的是第C列 第四行咱取的是第D列 第五行取的是第一列 我们只要求ABCDE这五个数 就是一二三四五 从中挑一个 而且各不相同就可以了 所以挑完之后 看似选完了 但我们要找的是和的最大值 那我们第一行选的第A列这个数 它到底是几呢 我们想要修和最新马转行之的数是几 那来看啊 第一行的第一列就是一 第二列就是二 第三列是三 第四列是四 第五列就是五 所以到第A列 其实也就是非常好 其实就是A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行 第一列是十 第二列是九 第三列是八 第四列是七 第五列是六 所以第二行如果我们取的是第B列的话 这边找一下规律 我们第B列的数 这应该写的是十一 减D非常的棒 那第三行我们再来看 第一列是一 第二列是 第一列是十一 第二列是十二 第三列是十三 第四列是十四 第五列是十五 它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第一行差不多 而且只是每个数都多加了十而已 所以第三行第四列这个数 其实就是十 假设个C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行 第四行的话 第一列二十 一直到第五列是十六 那么我们取其中的第D列的话 取出来二十一 减取个D 那第一列 第一列还有第五行 这个数选出来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第一行跟第三行 第五行的第一列选出来 最后应该是二十 加上个E 所以每一行每一列 我们选出来的五个数 它们是谁 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我们要干的事求和 A加上这个十一减D 加上十加C 加上个二十一减D 加上个二十加E 加完之后 我们把能算的这些数字放到一起 带着字母的加的放一起 减的呀 也给它们放一起 就变成了下边这个式子 六十二加上个A加C加E 再减去一个B加D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的是最什么值来的 最大值来看 六十二是个常数 它变不了 那我们想要最大值的话 就得让加的数要尽量的大 要减去的数要尽量的小 而我们之前说过 ABCDE 其实就是一二三四五里面的某一个数 而且还要各不相同 所以我们要让谁更大一点 A C E 它们三个呀更大一点 这个D和D越小越好 那你就想最小的是哪两个 也就是一和二第一列和第二列 所以B跟D这应该是一和二 而这个A C E就是比较大的 三四还有五 那我们把这个数单去来看一下 六十二不能动的就是六十二了 A C E要尽量大的就是三四五 B D要尽量小就是一和二 这个式子列出来 加上三加四加五 减确一加二 这个数算完之后 非常好 算出来应该是七十一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如果想取到最大 那就让A C E更大 B D更小 题目呢 老师已经讲完了 答案也出来了 应该是七十一 那这里老师多问一句啊 如果现在让我们选的是五个数 不同行不同列 要取它们的最小值 这个时候还是社员表示 用代数的形式加和 然后最小值说明A C E要尽量的小 B D要尽量的大 那我们A C E如果要求最小值的话 A C E就是一二三 B D就是四和五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啊 我们如果是种找规律的题目 发现D几列D几列取的都是什么不知道 这个时候怎么办 可以选择社员表示 然后用代数的手段 把狮子列出来再去考虑 我最大应该是让谁更大 最小应该是让谁更小 好了 那么这道题目说完之后 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 像这种规律性的总和问题 其实就两个词 可以社员表示 社员之后列狮子 用代数的手段求得它们的最值 那这里老师也准备了一道练习题 还是五乘五的表格 只不过数变了一下 选取的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不同行也不同列 依然要找和的最大值 当然如果大家这道题听的比较爽的话 可以试着去找一下和的最小值 两个数都求一求 那么大家求出这个数之后啊 也欢迎加一下老师的联系方式 跟我来交流一下答案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印证交流 那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觉得满意的话 可以给我们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